再來的話 第二個步驟 這個已經第一步做出來 再來的話 這個位置要把它怎麼樣 移到哪裡了 2 第一天的位置要移到2 所以要移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 可以讓它移到正確的位置 首先的話 在原來公式上面做一些動作 第一天的位置特別注意 請你在這個地方 在column的地方 請你把它怎麼樣呢 再減掉哪一個呢 其實你就要減掉 減掉哪一個呢 減掉第一天的位置 2 可是減掉2之後的話 它本來是1對不對 1減掉2的話 那變成它會移一個位置 兩個位置 變成它移到這個位置 有沒有 它本來在哪裡 本來在這裡 然後減掉2的話 它減掉2的話 它的位置就會移過來 移過來這個方向 移過來這個方向 那兩個方式 所以我必須要再怎麼樣呢 再加1回來 讓它回到這個位置 回到這個位置 那這裡的話 我們把這個地方減掉這個位置 然後再加上1 讓它回到原來的位置 打勾 來試試看好了 往這個方向 3 4 5 column 這個 因為向右拖拉過來之後 這個地方要鎖定 否則的話 它的位置會跑掉 這邊的話 打勾 再來試一下 這裡要往這個方向 好 有沒有 位置剛好在這個位置 第一天 因為要減掉2的話 會跑過頭 所以要跑回來 再把它 要再往下 好 可是問題又來了 第一個問題已經解決 就是說它位置沒錯了 所以減掉L4 L4記得再把它加1回來 第一個問題解決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呢 可是問題來了 我不需要出現的 這個不用對不對 0 然後呢 還有31 以後的這些呢 我通通不要讓它出現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用判斷的方法 前面有講過 if 有沒有 if條件呢 裡面假如有兩個條件可不可以 可以啊 如果呢 第一個條件 假如說裡面的值 它小於1 小於1 有沒有 或者是大於什麼 大於這個位置 大於本月節是不是 就不要顯示出來 如果我的問題是這樣 如果小於1 而且大於31的話呢 就不要顯示出來 那前面也講過嘛 if 第一個你要想到if對不對 然後呢 第二個你要想到哪一個函數呢 這個應該是哪一個 or and 哪一個呢 or對不對 然後第一個條件 就是裡面的值 小於1 第一個條件對不對 它應該是要 如果是小於1 這個東西 小於1 或者是呢 這個東西 它裡面呢 碰到 Hotel